朋友们好,欢迎逛临吃宴游式的庭院种菜频道 秋菜几乎是每个种菜爱好者都种着的素菜 所谓秋菜就是下面秋处种着的素菜 主要是青菜、白菜、雪菜和芥兰之类的叶子菜 因为生长季节温度较低,所以秋菜特别好吃 而且自己种的秋菜也比商店买的素菜更加健康 只要掌握几个要点,秋菜是很容易丰收的素菜 特别适合刚开始种菜的新手朋友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与朋友们分享秋菜种着的三个关键点 只要掌握简单的要点,秋菜可以大丰收 1.及时育苗 在自家后院种菜的人,菜地一般都比较小 通常不能一块地还种着下菜,另外一块菜地空在那里 准备种秋菜 也就是说,在菜地里还要下菜的时候 秋菜就要开始在芋苗盆里芋苗了 等拔掉下菜,刚好移在秋菜的样苗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武力区,最早在七月中旬就可以开始育苗了 七月中旬开始包新大白菜育苗 八月份开始,所有的秋菜都可以开始育苗了 秋菜可以直播到菜地里,但在育苗盆里开始育苗更好 夏天虫子多,直播到菜地里的秋菜刚出苗 就可能被虫子吃了,连痕迹都不留 在芋苗盆里开始芋苗,便于管理,特别是便于枝虫 2.防止兔子 我们喜欢吃的蔬菜,兔子也喜欢 因此防兔子是种秋菜的关键 不防兔子,秋菜可能颗粒无数 总之刚发芽,芋苗很小的时候,兔子是不感兴趣的 芋苗长大一点,兔子就来了 我把芋苗盆放在大塑料盒子里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兔子吃芋苗 我个人的经验,塑料大盒子需要卖质量好一点的 质量差的塑料大盒子没有紫外线保护 两三年的太阳一晒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样据水一点的大盒子可以用好几年 种秋菜的菜地是必须围上栏杆的 以防野兔子 我用的是两英尺高的机网 将菜地围起来 在这个视频里,我有详细介绍 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 兔子是不会挑个篱笆到菜地里的 但是小兔子可以从机网下面的空洞转进去 因此机网与地面之间不能有很大的空间 需要经常检查一下 三,防止拆青虫 大多数秋菜属于十字花科 但十字花科蔬菜危害最大的黑虫是拆青虫 平时在院子里飞来飞去的拆粉碟就是拆青虫的成虫 在人不注意的时候,拆粉碟在蔬菜的叶子边面掺卵 拆粉碟的虫卵放大之后的样子是这样的 如果看到拆粉碟的虫卵,结实没掉 虫卵过几天就孵化成幽虫 幽虫然后开始吃蔬菜叶子 如果培育的羊苗不是很多 可以每天把叶子翻过来看看 看到虫子就拿走 当你在切业上看到虫死的时候 肯定已经拆青虫在吃叶子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蔬菜叶子炸走 蔬菜叶子可以喂鸡母鸡特别喜欢吃蔬菜叶子 来一根蔬菜叶子 再来一根 如果太忙没有时间手扎拆青虫 也可以用低毒的杀虫剂杀青虫 我向朋友们推荐三种有机杀虫剂 第一种是BT毒蛋白 这是常见的两个BT毒蛋白的包装 第二种是多杀菌素 这是常见的两个多杀菌素的包装 第三种是除虫橘子 这是其中一个常见的牌子 有的朋友种菜 坚决不用杀虫剂 是自己种菜用杀虫剂 还不如到商店买菜了 其实这种理解是很偏面的 商店里卖的蔬菜即使是有机蔬菜 都用个能药 关键是我们不知道用了什么能药 在自家菜地用杀虫剂 至少知道什么杀虫剂 至少会买最安全最低毒的杀虫剂 自己种的蔬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比商店买得更健康 当看到蔬青春危害的时候 在蔬阳的叶子上 特别是变面喷杀虫剂 过几天喷一次 下霜之后 蔬青春的危害开始下降 这时候可以做情少喷 或者不喷杀虫剂 朋友们 只要把这几个要点用于种的求菜 求菜一定可以大丰收 感谢光临车验仪式的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